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撒母耳记上四章2-11节 非利是人发起进攻 打败了以色列军队 杀了四千人 这场战役过后 军队撤回营地 以色列的众长老问 上主为甚么让我们 被非利是人打败呢 又说 我们把上主的药柜 从士罗台来罢 我们把药柜抬到战场 他必会救我们脱离的人 他们就派人去士罗 抬上主的药柜 天君的上主在基罗伯之间 坐着为王 以利的两个儿子 何忽利 非利哈 也和上帝的药柜 一起在那里 所有以色列人 看见上主的药柜来到营地 都大声欢呼 声音大得连地都震动了 非利是人问 发生什么事了 希伯来人营中的欢呼声 是怎么回事 后来他们得知 那是因为上主的药柜到了 就经黄失措 大声呼叫 诸神到了他们营中 我们大难临头了 我们以前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 救命啊 谁能救我们脱离 以色列这些伟大利害的神明呢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正是这些神明 用灾祸消灭了埃及人 非利是人啊 尽全力奋勇作战罢 不然 我们就要作希伯来人的奴隶 就像从前他们作我们的奴隶那样 像男子汉那样起来战斗罢 于是非利是人拼死一战 以色列人再次吃了败仗 这一仗伤亡惨重 当天以色列士兵 有三万人阵亡 行传的人转身逃回他们的障逢 上帝的药柜被夺走 以利的两个儿子 何忽利和菲尼哈 也被杀死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外表虔诚就够了吗 我认识一位患癌症的妇人 她家里面有一尊玛利亚素像 和角色念珠 她以为这样就是虔诚 但是她的眼神 却是流露出恐惧不安 我向她讲述救恩 她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 终于得到赦罪的平安 和得救的把握 以色列人和菲尼斯人打仗失败 没有省察失败的原因 也没有在上帝面前悔改 并且寻求救助 却是擅自将药柜抬到刑中 以为这样就作为得性的保证 结果大败 药柜甚至被夺走 药柜代表上帝的同在 为什么上帝容许她的子民失败 让药柜被夺走呢 上帝要以色列人明白 拥有这些象征物 并不保证上帝的同在 药柜本身没有神奇力量 能力是出自药柜所指向的上帝 上帝宁愿让药柜受辱 也不愿意她的子民任意妄为 继续犯罪 有些人以十字架为平安符 又有些人 用上帝的名字 上帝的旨意作为口头禅 以为这样就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 得享上帝的祝福和保护 更是不明白上帝的心意 上帝所要的不是外表的虔誠 或者经常将基督教术语挂在嘴边 上帝要祂的子民真诚悔改和顺服 我们所依靠夸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蒙上帝喜悦的法则吗? 多谢您收听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您在我们Facebook 留下您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 拜拜